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我已经拍过这台林肯冒险家的来电聊车 所以关于那些静态常规的细节我就不去多说了 直接了当的聊聊它的优缺点和开起来的感受 第一个优点自然就是国产之后带来的价格优势 之前公布的预售价为24.8到35万元 总共推出五款车型包含三款前驱和两款四驱版本 先不说BBA的竞品 比如说奔驰的JRA宝马的X1还有奥迪的Q3 即便是凯迪拉克的XT4沃尔沃的XC40 它们的起步加都会在26万元左右 所以冒险家的价格我认为可以让它获得一个最便宜豪华紧凑机SUV的称号了 外观方面优点一就是林肯家族化的优雅感 那些闪亮的细节 那些精致的标识 还有它惯用的一个贯穿式尾灯 都刻画了足足的豪华感 让你一眼就能认出它是一台林肯 不过我个人认为 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年轻个性喜欢运动的人 那还是会对这样的豪华和优雅有一点点挑剔 因为它欠缺了一点点动感 所以冒险家的外观更适合一些沉稳的人 坐进车内 我觉得内饰的设计就不会像外观那样比较挑人了 因为根据不同的皮革颜色和不同的木纹 冒险家给你提供了六种内饰搭配 而且加上这些缝线镀隔钢琴烤漆的点缀 整个氛围我觉得又是它的一个优点 而且作为国产版还有专属的12.8英寸的大皮革 新的SENC加智能互联系统也非常的强大 功能是很丰富的 当然唯一有个小不足就是没有苹果的CarPlay 内饰的第二个优点就是冒险家的配置也足够的丰富 比如说刚刚提到的12.8英寸的触控大屏 还有前排座椅 十项电动调节 带座椅加热座椅记忆 以及前挡和前搓窗都是夹成静音玻璃 还有ANC的主动降噪功能 这些都是它的全系标配 然后像全液晶仪表 HUD的抬头显示 全景大天窗 还有手机无线充电 以及那套主被动安全系统 非常丰富的叫做CorePilot智能驻驾系统 这些在高配车型上也是都能看到的 按键式的换档机构是林肯惯用的设计 这一次它采用了一个横向钢琴按键式的一个布局 包括一键启动和档位按键都布置在了前方这一块 不过我还是会去挑剔一下 刚开始真的得去适应一下 来到后排 空间自然是这个级别应该有的一个不错表现 然后冒险家的后排配备也足够的全面 我们这台顶配车型在后排还有后排座椅加热 当然它还有一个大的优点 我认为是它整个后排空间的灵活性 比如说座椅的椅背有着15度的多极可调 然后整个座椅也有15厘米的前后滑动调节 这点是真的不错 后备箱也是冒险家的一个优点 因为它真的够大 在同级别当中名列前茅 正常状态下拥有594升 而放倒后排座椅可扩展了1373升 而且高配车型拥有电动一键后排座椅放倒 和电动感应式尾门 好了终于来到了驾驶的部分 开起来冒险家 第一个优点我认为就是它的静谧性 之前也说了像前挡前排车窗都是夹层降噪玻璃 然后还有ANC主动降噪功能 而且我们这台顶配车型 它的后排车窗也是夹层降噪的 所以这台车真的是足够的安静 这种静谧性表现的符合它豪华品牌的定位 动力方面冒险家全系标配的都是2.0T波轮加发动机 最大的马力245匹最大的柳距达到了396米 然后与之匹配的是8速手制一体变速箱 这台发动机是福特集团最新的一个主流2.0T发动机 当然它的参数表现确实足够的抢眼 而我更想说的是相比那些对手而言 2.0T四缸显然是更对味的 毕竟1.3T都已经开始有用了 所以关于冒险家的动力表现 我认为大家都会满意的 毕竟396米的柳距能够让它冻起了足够的顺畅 也足够的给劲 加速的力道是很有底气的 而且即便是在标准的驾驶模式下 它的油门这种感觉也并不是特别的轻柔 还是带点这种沉稳很直接的感觉 所以一点油整个起步加速都非常的迅速 都会半以轻微的抬头 然后活跃的就奔出去了 而接着就是8AT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 因为它整个换挡的感觉还是足够干脆 足够利落 不过有一个细微的小侠 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这台书驾车的问题 就是在低速和低挡位的时候 它的动力衔接会稍稍有那么一点点的顿挫 甚至会感觉这是因为它动力太强 感觉就是突然的来了一下 所以这是一个小小的问题 放显价还提供了五种驾驶模式 除了之前说的标准模式 还拥有着echo经济模式和运动模式 在运动模式下整个转向的也就更加的重手一点 让你更有驾驶乐趣 然后动力的响应会更加的直接 会把之前说的那些底气 毫无保留的展示给你 然后防滑模式和复杂路滑模式 则是结合它的四驱系统 来满足大家走一走慢路了 然后转向部分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多说两句的 因为它的转向并不会像现在很多车型一样 意味的去追求轻柔 不管是转向力 还是转向回着力局 都是比较有分量 而我个人是会更喜欢这样比较有手感的一个转向 接着就是它的底盘悬架了 整体非常的厚重 很整体也是它的一个优点 而且我们这台顶配版的车型还匹配了CCD的自适应悬架 所以它的表现会更加的均衡 在面对这些细微起伏或者是大的颠簸 它的分寸拿捏的都更加的到位 所以中上学术 整体来看的这台林肯冒险家 我觉得它既有很舒服很惬意的氛围 因为它也挺够的安静 然后又有不错的驾驶热水 因为动力很强 转向也不是那种索然无味的转向 这种表现就足够的均衡了 不难看出作为首款国产车型的林肯冒险家 真的是下足了功夫 也给出了诚意 当然这也是市场所迫 毕竟林肯的品牌影响力还是会欠缺一点点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冒险家开了一个好头 也是林肯放的一个大招 好了 如果你感兴趣 这台冒险家马上就会正式的上市了 好了 这就是这期的试车 我们下期再见